今年來到高雄女中擔任校長 就開始籌辦我們的百年校慶 那其中呢我是很期待 能夠有一場音樂會 那後來高老師主動來跟我談 那高老師也是我們學校的畢業校友 他說校長 我給你提供一個概念 我們熊女生還沒有音樂班 不過歷年有非常多的音樂人才 尤其在我們歌唱界 還有鋼琴界 很多都是國際級的頂尖的樂手 鋼琴家 不過我們鑲筆調查 請他們來登台做個演出 就結束了 這個意義沒有這麼重大 他有一個更遠大的一個想法 他希望能夠集結我們所有的校友的材質 藝術能量 然後大家能夠集體演出 然後演出完之後 我們有票房的收入 这些收入可以捐赠作为 我们即将要新建教学大楼的一个建校基金 我听了我们高老师这样规划 心中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这一个音乐剧《水上未来》 它是全部从编剧到演员到合唱团 因为我们高老师之前就有经营一个 班程留声合唱团 都是从我们的校友们 还有我们的退休老师 还有现任的老师一起来组成的 她已经营运了好多年 所以以这个做班底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100年 我们熊女在各个时期 有一些重大的我们校园的故事 然后配合每一个年代 她的大家记忆深刻的歌曲